郭文貴議員 主席 各位委員 陳魯剛剛周春明委員所講的 法官法其實在101年的時候開始實施到今年7年 法官法的修正 其實也是斯改國是會議裡面最重要的 法官法裡面的修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官的一個評鑑 法官跟檢察官的評鑑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說 對於法官或是檢察官的 這樣的一個司法的信譽 一直沒有辦法來提升 人民對他的司法的信任 一直是沒有辦法提升 最主要的就是對於這些不適任的法官的淘汰 一直沒有發揮積極的功效 所以為了發揮積極的功效 這一次的修法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希望能夠讓 擴大能夠申請評鑑的人 就是讓當事人犯罪被害人 他都能夠去申請評鑑 那同時也把這個申請評鑑的請求的實效 把它拉長 讓他是裁判確定之後 因為事實上在訴訟中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不敢去申請評鑑的 那並且在這整個一個參與的過程裡面 讓被評鑑人以及申請的人都能夠有這個資訊的取得權 那同時他都能夠去閱券 那另外呢 這也簡化了這整個一個 這個評鑑的一個程序 讓這淘汰的程序 就剛剛所講的在所謂採雙軌制 就是今天呢 評鑑委員會認為 這個應該要送評鑑的這些被評鑑的人的話 他可以直接送職務法庭 而不需要再透過監察院 那同時呢 也讓這個評鑑委員會 以及呢 這職務法庭 都能夠增加外部的一個監督 不會讓這個 就是所謂的同溫層 那大家觀觀相互 所以呢 對於這評鑑委員會 增加了兩名外部的委員 同時職務法庭呢 也讓這個參審員 也增加兩位的參審員 那另外呢 也最重要的 也就是剝奪 這個 還有減少退休金 退養金的這樣一個懲戒的一個種類 那另外呢 就是說如果他有犯貪污罪的話呢 那就必須要把他過去的停止 如果判決有罪確定的話 那他停止期間的所領的這薪水 要再把他追回 那同時的為了保障被評鑑人的這個權益呢 也採二審 這個職務法庭呢 採二審制 那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保障被評鑑人的這個權益 那以上我們期待呢 等一下這個審查的時候 大家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法案呢 能夠完整的通過 謝謝 謝謝 接著請柯建民委員 謝謝